每日最新关键是 城市向前行 今天已经是来到8月5号 星期三了 早安 我是Brian 宜斌 早安 希望你今天出门要开车要小心 因为外面是狂风暴雨 你可以使用City Plus的手机应用来收听 还有在YouTube上收看我们的早班城市向前行 Morning 我是小芬 我们马上先来看看我们国内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吧 我国新冠肺炎昨天就新增的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呈现了各位数的可喜可贺 昨天新增的病例只增加了一宗 全国只有一宗 所以截至昨天中午12点 我国累计的确诊病例有902宗的 我们看到卫生总监多诺西山对于昨天只有一宗新增的确诊病例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从7月1号以来第二次新增一宗的确诊病例的 此外我国昨天有16宗康复出院的病例 累计康复出院的病例已经是去到8684宗 或者是等于总病例的96.5% 至于我国的活跃病例目前只有193宗 没有人需要再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的 那我国昨天也是没有死亡的病例 所以累计死亡的病例依然是维持在125宗 那么回来看看我们沙拉玉的部分 沙拉玉昨天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没有新的确诊病例 恭喜大家 因此呢 截至昨天为止 沙拉玉已经连续四天保持鸡蛋的零记录了 沙拉玉副首长兼沙拉玉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道格拉斯 他就说 沙拉玉新冠肺炎累积的这个数据目前依然是保持在678 总678 而境内的活跃感染群呢 一样是有10个这么多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昨天再有8名康复的这个病患出院了 累计出院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07人 那么道格拉斯他也说啊 目前一共有52名病患呢 还在医院的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的 而境内呢 死亡病例的人数是保持在19人 是 此外呢 这里我们也看到大马皇家警察沙拉玉刑事调查主任 也就是梁顺贵就有说 正当我们警方还在等待这个西马五级阿曼总部 发出这个执法指南的同时呢 警方就劝请民众在公众场合 你最好就是佩戴这个口罩啦 他说指南很快即将出炉 一旦出炉呢 警方就会严格展开执法 关于强制性戴口罩的这个措施 那对于民众 对这个公共场所的诠释 存有疑问这件事情呢 他表示 举凡是这个拥挤的场所 并且无法进行社交距离的地方 就是被视为应该要强制戴口罩的地方的 他表示说强制戴口罩的场所包括了这个公共交通系统啦 电招车巴士以及在菜市场 还有这个菜市农民市集等等的 那至于像足球场或者海边 这些比较没有人潮的地方 其实就还好啦 不用太过强制戴口罩 反正那一个我觉得那条线就是介于 有没有去到一个人潮很多的地方 我觉得人潮多的地方 而且你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公共交通 如果是自己私家车的话 其实是不用戴口罩的 因为之前有听说 就是西马有一个人又在车上 没有戴口罩被罚款了 对 然后后来呢 听说是这个罚款是被退回去了 要被退回的 还可以退回的 所以关于到这个强制戴口罩措施 其实有很多灰色的地带 他不明白的 没错 所以呢警方是表示说 政府还会去理清一个更清楚的SOP 会在近日之内发布 那当然CD Plus会为你 就是全天候的留守 留守着我们 我们一定会跟你发布最新的消息 而且要告诉大家 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需不需要戴口罩呢 答案是 不需要的 但是也不鼓励家长 就是没事的话 带小朋友随便到处来走 对 人多地方不鼓励 对 毕竟小朋友的抵抗力 还是跟我们大人不一样嘛 所以呢就不要 把他们带到一些 暴露在危险的一些地方 那么记得在自己的私家车上 其实是不用浪费你的口罩的 对 口罩省起来 因为现在我们 口罩不便宜啊 不便宜 还有其实对于这个SOP方面 还有很多就是 灰色地带 对 包括人民的不配合 就好像我们去这个Dine In 就是唐食的时候 不是要写名字吗 或者去 就David啊 David时间 那天就在失误吧 还是美里就发生一个去世 就是说有一个人呢 他就随便写了一个David的名字 结果警方突击检查的时候 叫到他的时候 他没有反应 他不知道是自己 对 结果警方就知道 他随便写了一个名字 结果他就被罚款了一千零几 所以大家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 而且很多人下载一些 Mysergetra啦 就是Covid Trace啊 Whatever这些Apps 他们都会随便乱填什么 Superman Boy Boy 什么David 这样子的一些 很莫名其妙的一些名字 这些假名啦 其实呢 你是损害了自己的权益哦 等一下来告诉你 不要走开了 Mysergetra